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晚上来这种漆黑无人的地方,害怕吗? 等一下跟紧我,坐在我后面,尤其要小心脚下 三楼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说明这里被人改造过 北区的旧楼很多都是私人财产 有的产权甚至为外国人所有 房屋闲置多年都没有人管 这几年也出现过废旧老楼被步伐者侵占的案例 这里很可能也是 上去看看,小心楼梯 不像是暴力打开的 密码锁看起来还很正常 三楼的装潢和楼下不一样 这里的地板像是专门做了隔音处理 我家的影音室也有类似的装修 不要怕,有我在你身边 拉着我的手吧 这样,这样安全一点 为什么一直看我,我脸上有东西 那就说说话吧 不过要小声一点 你是想说《双雪满法》吗 《双雪与月光》 是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异象 往往伴随而来的,是判归的家人 不知晨月即人归 落月遥情满江树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让等我的人等太久 我宁愿自己去做那个等待的人 我宁愿自己去做那个等待的人 有时间的话 你还想再去一次鬼屋吗 当然 那等周末吧 手表也算是首饰吧 如果是出席某些特殊场合 如果是出席某些特殊场合 我会做造型 偶尔会搭配首饰 大学的时候参加变装舞会 我带过耳饰 嗯,感觉有点不舒服 不太习惯 这个密码锁是没有开启的 看起来这间屋子原本是有用的 但后来废弃了 很像 可以说是微妙微笑 把这种半身像当礼物 不是很常见 或许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从开始到最终 无论你如何变化 你依然是你 或许 这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玫瑰 这些画可能是古为买的 看这里 右下角有一行小字 平时喝的清干明目的茶水 也许是有效的 不管他们以前的主人是谁 新主人显然对他们没有兴趣 甚至是厌恶 小心 也被碎丝片割伤 我们应该是找对地方了 不然这里怎么会有成寒庄的人像 我母亲忙到什么都顾不上 我母亲忙到什么都顾不上 母亲说像我这样冷冰冰的性格 将来肯定没有女孩子喜欢 如果再戴个眼镜 打扮得像个老古板一样的话 就更加 母亲其实是在开玩笑 她只是跟我相处时间少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关心 你刚才下班回家 是不是都熟悉好了 你身上的 应该是沐浴露的味道吧 跟我搭档工作 可能总会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达到你原有的生活 加入N2X也是 嗯 我也很喜欢 回家之后 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就又出来了 不过还好 等一下如果妨碍行动的话 可以把西装脱掉 进去 我现在想划那边 小心点 我们尽量不要触碰 破坏这里的任何物品 这种设备对通风排斥的管道是有要求的 除了新房子,老楼要想装的话,也许原本就有预留空间 陈寒章选择废弃档案馆来改造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这间屋子都装满禁药,那就是震惊全国的大案了 不过会专门给禁药腾出这么大的储存空间,陈寒章的野心不小 这排药柜里是有东西的,香味似乎就来自这个方向 你看这架子上的徽章标志,是威力金融的 先不要进去了,等颜队来吧 我可能是吧,除外情喝水就少了 好,谢谢 这类的运动我不擅长,除了射击和游泳 敲牌算吗?脑力运动 休息时偶尔会去敲牌俱乐部玩一玩 打牌还是喜次 主要是跟朋友们聚一聚,放松一下 好 主要是跟朋友们聚一聚,放松一聚 想象不到 不过这两边的资料柜里或许会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一聚一聚 属一聚 属一聚 一聚 一聚 这里存放的 应该就是庆之安所说的 赎生的人的档案 古威也好 陈寒章也好 立了规矩就要遵守 不然猖鬼们 不如向警方投案坐牢 他们控制猖鬼的手段 就会失效 只有纸纸资料 看来相关人员的实物证据 也已经被销毁了 已经过去的人 留着把柄也没用了 一红 小心行事 也要放松警惕 傅乔的罪证不在这里 庆之安得也不在 也对 怎么想到问这个 我记得是 我上国中的时候吧 参加学校的活动 刚好是称一家领带的着装 也许找机会 多练习一下就熟悉了 都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转发 密码 几位数 是那个水晶人像上的四半花朵的图案 很有可能 这个谜语不难 我已经有答案了 谜底应该是163482089474 刚好和被磨掉的数字一样 第一位是1 最后一位是4 你听说过四叶玫瑰树吗 指的是一个四位数 每一位上数字的四次密之和 等于这个数本身 这样的数有三个 分别是16348208和9474 不仅如此 那句看似诗歌的文字也是这个意思 而且还提示了数位的排列顺序 无论你如何变化 你依然是你 是指自密书 从开始到最终 是指从小到大的排列顺序 国中数学延伸阅读的内容 平时也用不上不值一提 我来输入密码 你站到我身后稍微远一点 看了 我去帮忙 不上不到 我靓让我站在REC 你为什么要 adventures 我是 didn�ce的 你看到我 我 我 因为 你们一个恨对方 给自己戴绿帽 另一个恨对方 吃软饭不争气 那现在 你们就选一选吧 是出轨的人去死 还是吃软饭的去死呢 反正只能活一个 我说妹妹啊 男人呢 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更何况还是个吃软饭呢 你现在 只要拿起这支针筒 轻轻地刺进他手臂的静脉 你就解脱了 以后你想要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嗯 我不敢 我不敢杀人 我不能 有什么不敢的 你不杀他 也许他还会杀你呢 毕竟被戴了绿帽 一个正常的男人 根本就不能忍啊 我没有 不巧我没有 我只是陪他们喝酒而已 其他什么都没做 妹妹 做了就承认 别让我看不起你 你和一群老男人挤在一起 灌了一瓶又一瓶的酒 谁会相信一点事都没发生呢 如果你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还不是怕你傻猜 就像现在一样 你们呢 也不用太担心 今天这个屋里 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被留在这里 不会有别人知道的 但如果你们不做选择的话 两个人一起被留在这里 也不会有别人知道 傅晓 你不能 这就对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赚钱养活的男人 你不下手杀他 他就会出卖你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逼我们 我跟你无冤无仇 是 我们无冤无仇 我呢 也只是想看看 天底下的男人 是不是都一个样 真可惜啊 还真的都是一个样 你还愣着干嘛 动手啊 洗血耻辱的机会就在眼前 你还不动手吗 那你也太懦弱了吧 我quel是合选择的 就让你来 你 想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制一份传到N2X的加密资料库备份 喂 林队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警方刚刚发现 陈寒张旅居所里只有他的替身 陈寒张本人失踪了 应该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们先离开这里 一面 我们先回到N3X的远nent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事 一醒过来就在这里轻轻握握 真是恶心啊 反应还蛮快的嘛 没错 我就是绑架了你们俩 文静 陈寒庄 这里的定位 你的禁要 以及你控制猖鬼的把柄 我们都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 你现在绑架我们 不但不能和警方谈条件 还会让自己最佳一等 怎么就不能跟警方谈条件了 你们两个 和那个姓妍的关系还不错吧 应该说 拿你们两个更好谈条件才对 所谈谈条件 是让你自己能获取利益 比如免罪 但警方已经拿到证据了 就算为了人质的安全 警方暂时放你一马 甚至把我们给的证据销毁掉 但这栋龙始终在这里 难道你还真能逃到天涯海角 永远躲开警察的追捕吗 你不仅逃不掉 还会在贩卖禁药 教唆行凶的罪名之后 再加一条绑架罪 不愧是左然资深律师 未明是司法界的新兴 都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了 头脑还是这么清晰 不过呢 你刚才昏迷了不知道 三楼的这几个房间里 都有自爆装置 就在几分钟前 那个房间的证据和禁药 已经全都化为灰烬了 所以 我只要把你们备份的部分 也销毁掉 我就高枕无忧了 至于这个房间里 都是些没凭没据的东西 就算警方查到了 我也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信不信 承寒张 你别开玩笑了 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销毁那么多证据 焚烧吗 这种老房子一旦着火 很难铺就 你不可能做到 把伙食只限制在一个房间之内 再说 那些昌贵的把柄 五花八门 纺织品和电子记忆体能烧 那些钢刀 匕首 你也能烧吗 你这个男人 长得那么俊俏 性格为什么这么讨厌呢 去 让我揍他 你想要你的把柄吗 我可以给你 他们把证据发给了警察 我肯定是跑不了了 但你以前是个老实人 我愿意放你一马 去吧 走到他交出你罪证的备份为止 然后 我会把援党销毁 你就跟警察说 是我把你绑架过来的 你就能脱身了 还有 你背叛我 企图偷偷销毁罪证这事 我也可以既往不救 对了 别打他的脸 我喜欢他那张脸 傅乔 你已经上过他一次大门 难道这次 还要心存妄想吗 地狱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要拖着别人一起下地狱 我就是喜欢看别人在罪恶和根深的罪恶之间挣扎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生活在黑暗里 凭什么只有我看不到阳光 不求 给我打他 把一片的拷贝给我 不可能 你以为他会放过你 你难道 没听到他说的 我现在没有不想放过他 是你们拿着证据不肯放过他 傅乔 对面坊间的门还开着 你随时可以去拿走那份影片的元档 把他给我 小妹妹 她不愿意交 你愿意 也可以啊 不可以 不能给他 你总不会忍心看着他被活活打死吧 那好啊 大家要死一起死啊 傅乔 那个影片是可以救你命的 你不是故意行中的主犯 你 这就对了 什么 什么 没用的东西 好了 你们导成了同一阵线 也不枉我把你们都关在里面 傅乔 既然左律师那么为你考虑 你要不要先给他松绑啊 程寒章 你葫芦里 究竟卖了什么药 你刚才说的警察都堵在路上呢 猖鬼们别的不行 听说远景要来抄他们的罪证老挝 可是都非常积极地来帮我的忙呢 小妹妹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拉所有人一起下地狱吗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其实啊 我当初认识古威 也不只是偷钱那么简单 偷钱之后啊 我那个同学一直不肯放过我 古威就跟我说 他能帮我解决 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 傅乔 你先把我身上的身子解开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办法 他叫我把同学骗到了这个房间里 就在你们现在被关着的这个位置上 放了一把匕首 他说啊 我们两个谁能活下来 谁就可以跟他一起去过好日子 反正我们两个都蛮漂亮的 他不挑 所以谁是猖鬼 我才是猖鬼 他们所有人都有赎身的机会 只有我没有 古威没有给我赎身的价码 他要让我一辈子陪着他 那么 我为何不取代他 成为操控猖鬼的那个人呢 你骂吧 又能有什么用呢 看到你们面前的拉杆没有 那是柜子里含氧量的控制器 往左边拉 自己这边的氧气会被抽走 对方那边的门会打开 你们对面的人就可以活 相反 往右边拉 自己这边的门会打开 对方那边的氧气会被抽走 自己可以活 对面的人会窒息 是生是死 你们自己选吧 我可是最喜欢看这种人性的抉择了呢 如果你们不选的话 我就来替你们选 那可就一个都活不了了呢 不过 即便是能活 活下来的人也要背负着梦魇 一辈子也别想解脱 别犹豫了 选吧 我要倒数了 三 往右拉 出去找银队会合 你让他去找警察 他从这里出去就是凶手了 你竟然让他去找警察自投罗网 二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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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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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